今天要去環島友啦 我現在又在機場啦 今次要去高雄 然後就是我上班之前的最後一次旅行 回來之後呢 頭多三天我就要上班了 所以這次呢一定要好好地享受這次的行程 現在就等著檢查點啦 今次的vlog呢 我會試試新的剪接方式 這條呢就是一條旅行紀錄啦 之後呢就會單獨做一條介紹美食啦 還有酒店的 希望這樣可以給大家更加多的資訊給大家 而我呢也是第一次這樣處理影片 可能有些位置會處理得不夠好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比較喜歡哪種形式啦 我們今天要在機場等到Uber 然後我覺得呢 在台灣呢 一定要做的呢 除了去夜市之外呢 就是去便利店啦 真的有超多好吃的便利店小吃啦 好吃嗎 這天呢 我們是晚上到高雄的 翌日一早就會去小琉球 所以這一晚呢 我們就先來到最近碼頭的屏東區 住了在一間簡單單單的民宿 那晚上就在附近的夜市買點小吃就算啦 很睏喔 快呀 快去睡吧 這是木瓜牛奶 這是煎草凍鮮奶茶 鹽水雞 雞肉飯 還有醬油燒 早安 現在我們去吃早餐 早餐呢 這裡有兩棟的民宿 我們在第二棟 早餐就在這裡走過去 第一棟 其實是在旁邊的職業店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呢 它就叫做余見梳食 我猜是吃些生物的東西吧 我們進去看看吧 這個呢 吃的 吃的 我還在做一盒花生醬 這十幾天是有沙滷的 嗯 不錯不錯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向東港拿頭 向小琉球 我們現在是 有這半 還未達到50元的雪 不知道要不要錢 不知道下不下一次選票 我怕被人拿下票 喔 會嗎? 會的 你沒有上網看嗎? 沒有 基本上是復活了這個粉絲 我們現在來到碼頭了 原來有超級多人 之後我們叫了小樓球的民宿 幫我們平時買了票 現在不知道還能不能拿到票去試試 我們坐9時50分的船 9時40分已經差不多上不到船 已經很滿足了 所以可能預約約15分鐘來到 這樣會好一點 這個船會大約30分鐘左右 我想說它也挺浪 所以如果不是坐船 記得提了30分鐘吃棍 然後我剛才是好吃的 然後大家覺得有一點 胃口 去小樓球一定不可以少的 就是駕駛電單車 這個真的是在島上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我們就在擺台上民宿 幫我們訂好了 來到碼頭就會有人載我們 去電單車店舖拿車 店舖也會幫我們把行李車 回到民宿那邊 完全是落地就可以出去玩 現在戴好頭盔 然後準備駕駛這輛車 我們要駕駛去哪裡 可以吃了東西 吃什麼呢 好 現在來到這間叫小島燒的日本菜 現在是11點半開門 現在是11點12分 已經看到是在排隊 所以現在來到是剛剛好 好 是 對 哇 現在可以check-in 出了現在無茶點 要等一小時 我現在很睏 剛才在民宿已經睡了 但可能有曬 再加上冰冰冰 小流球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這裡的海龜 在這間店的門口 我竟然看到有人用石頭把一隻海龜在這裡 真的好可愛 好有愛 現在來到民宿的門口 可以聽到背後 有很多的線條 好熱啊好夏天 好香啊 應該不是 好香 Hello 我現在換了衣服 然後我們準備要去環島遊 這個環島大概12公里 然後去環一圈 看完日落 在一間很美的沙灘酒 現在就 Let's go 路過一個中途站 過來停下看風景 好帥 各位 來到小流 我剛才發現這個小島真的非常遊行 所以都沒有什麼特別行程安排 我就臨時決定說我們去環島遊 在旅途中會路過很多景色很美的地方 我們就會留下來看風景 我也沒有特意記得這些地方在地圖的邊 不過一個小提示就是 千萬不要怕離開大路 盡情地拿著你的電單車沿著最近海旁的路走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很美的風景 看到一家 坐上來的吧 這間酒吧真的好打卡的 這裡就容許我買個關子 留回去美食篇再來介紹它 但是不得不提的就是 這裡的日落真的很美很美 現在是7點50分 今天準備去潛水的 看到那些錢叫超級大 現在開車去潛水店 大概兩三分鐘 很曬很曬很曬很想快點跳下水 在我的影片裡說過這麼多次潛水 今次終於可以讓大家看到海底的世界了 多虧我的好朋友今次特意買了潛水電話殼 還有這裡的Coach都很好地用GoPro幫我們拍片 在來小琉球之前的兩個星期 我們已經在香港考上Advanced的牌 但其實在這裡 無論是有沒有牌都可以來玩一下 在Sydney和香港都潛過水 這裡就是我見過最漂亮最多海洋生物的地方 有大片大片的珊瑚 下去沒多久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海龜 他們傻傻傻 幽災油災的 真的很適合在這個島上生活 另外還看到有雞泡魚 黑色的青蛙魚 它罕見到連教練都更興奮過我們 這間潛水中心我真的超級推介 但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就會寫在影片的Description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留意一下這一間 好像還有很多問題 我應該收不到你 有沒有你可以不用說話 省點氣 Bye 除了只有雞泡魚 已經開始很肚餓了 我們8點去到前女店 然後到了1點 再結束 現在傳了一訊 就在這間店 訂了三文治 和一個10 之後呢 就可以很快地點東西吃 南丸松 趕快去自己了 現在呢 要出去吃吃東西了 我們準備去吃這個小琉球很出名的海龜愛肉 然後再看看海邊 今天應該會去掃街 我們剛才開電單車 所以我們遇到大埔在我們這間cafe的前兩分鐘 開始濕透了 我們有太陽眼鏡沒有戴帽子 什麼都看不到 鑽得超棒 但好像平安來到這裡 然後很冷 這裡的景色很美 給大家看看 那天晚上下雨的小琉球 又回到民宿了 今天休息一下 然後晚上做一條主要的大街 去吃夜市 那裡好像晚上有超多小店和食物 所以待會去探望一下 鑽得到了 我拿給我 這裡上去 這個人 這個人 是很冷 好聰明喔 他在一夜飛 現在來一間間叫Noah 因為我們的潛水教練說我們晚上開一陣 不會把照片給我們 晚上和一群潛水教練和幾個比較相熟的學員一起喝飲料 我覺得這是今次旅行中其中一個最值得記住的時刻 每次去旅行我都會很珍惜沿途遇到的陌生人 他們在我的人生中可能像是一瞬間那麼短 但就留下了一些很珍貴的回憶 今晚真的很開心 我笑到垮頭埋場 自己看回也覺得很搞笑 這間早餐店超級誇張 我們8點半來到 他已經買了所有東西了 但我們很幸運地 他們有一個人棄了單 所以我們就買到這個唯一的最後一份 吃完早餐 現在回來吃民宿的早餐 這是空肚前的早餐 現在退廠了 之後就準備去一下咖啡廳 然後就回玩車 然後去碼頭 那些行李放在這裡 等一下機車那間店 就會過來送行李去他們的店 臨走之前我拿了很多糖 今天回來東廣碼頭了 超級熱 而且接下來就會有一個超大的台風來台灣 在四五年都沒試過的一個大風 真的很幸運 上個星期在香港又是有事要做 但又是那天打定台風 現在準備要搭Uber去高雄 那我們就來這裡 之後我們在高雄再見 Bye 好